因為肺炎疫情的影響 在全球有很多的人死亡 在南美洲就出現了 很多的亂葬崗 但是我們華人講要入土為安 如果這個屍體沒有好好的處理 恐怕會成為硬屍 而在台灣還真的發生過 真實版的硬屍路 我就跟你講說硬屍 通常我們講說有肝硬跟屍硬 兩種 乾的跟淡的 所以就有兩種 可是你知道嗎 為什麼硬屍很重要 因為硬屍你久不處理 會被僵屍 你知道嗎 真的啊 這個台灣其實以前早期 包括彰化 包括新竹 包括高雄 台東 都有傳出一些殭屍的新聞 因為那個說是戒嚴時期 所以很多都不准 我現在講的 對 我現在講的是 民國55年在高雄的一件事情 你現在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上那個網路視頻去找 當年的目擊者 在現場看到處理的人 還會出來現身說法說 他們當初發現現場是什麼 其實這個說法是怎樣 當初在高雄刺砍 這個是子官鄉這個地方 那個是漁港旁邊 有一個姓李的一個腳頭大哥 因為坐姦犯科 被人家槍斃 槍斃以前的人 領回去這種的建校台對不對 就隨便就處理 丟在海邊找一塊地就把它埋 那埋了之後 家裡面的人也不想管他 可是久而久之 開始出現一些問題 這個死者的兒子剛開始 家裡面的人就陸陸續續都生病 生病的話那也就覺得奇怪 反正不覺得可以做聯想 可是你知道嗎 處來騎也給倒達 慢慢很多就開始不明原因死亡 連牲畜都死 對 牲畜都死 這個就有一點奇怪了 可是接下來 地方上又開始一些傳說 因為它墳墓是藏在那個 往那個產業道路 往海邊過去 漁港那個地方 那很荒涼 誰會經過那邊 而且那個時候沒有這麼多道路 也沒有什麼燈 也沒有什麼東西對不對 那誰會看到 對 倒到天還沒亮 那個時候有人要去補殘 要去漁港做濕的人有沒有 天還沒亮的時候他要去 他要去補殘 損殘水幹什麼 他就不對 就慢慢有人發現說 怎麼經過那個地方的時候 常常看到有一個人 坐在墳頭前面 還有時候那個感覺 好像在哀聲嘆氣 還是怎麼樣 看到之後 看到也就算了 他們知道說看著拍咪了 看著拍咪了怎麼辦 那回去之後竟然還生病 慢慢的話附近又有一些年輕人 看到之後回去竟然就生病之後 一病不起就走了 這個時候大家就覺得問題很大 這個年輕力壯的人看到都受不了 那其他小孩子或婦女看到怎麼辦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就請地方上 他們那個子官箱那個地方 刺砍那個時候有個 赤池宮的天上聖母 他就開始去請示 沒清晰沒怪的 一清晰開始歡樂你知道嗎 那神明發爐要幹嘛 就是剛才說我有事要給你們點餐 所以就開始問 問了之後 開始他們就指示 當機就跳出來講 對不對 他說這個地方有一個已經變 陰溪 陰溪這個不處理會被殭屍 趕快處理 那處理怎麼辦 我開始找來旁邊附近 還有一個通安宮的一個廣泽中央 省翁宮 大家處理對不對 一起處理 對 選好的那個日子之後 果然跑到那個棺木 一打開之後 陰溪 幾層好好你知道嗎 你說他沒腐化 沒腐化又沒關係 頭髮變 長巾膏又會發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那個時候你知道那個媽祖 軟駕跟那個聖翁宮的軟駕 手駕就開始起動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處理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開始 一般處理這種陰溪 如果不緊急的話 你就倒一些米酒 或硫磺怎樣把它蓋起來 它沒幾年就爛掉了 再去撞到 可是這個要緊急處理 緊急處理要怎麼辦 要火化 而且不僅要把它形體燒掉 連它的靈體都要把它火掉 那個時候大家不清楚 就覺得說用火燒就好了 哪知道 兄弟 僵屍要用油鍋炸 原來不能用火燒而已 對 所以他們那時候燒 所以那個現在網路視頻上 很多那個 他的紀錄片他們就在講 當初他們在現場一燒的時候 烏雲密布 現場還有 驚叫聲 鬼哭神嚎 還噴到很吵 生錯味 後來你知道燒燒燒 以為是沒事 可是突然間這個聖皇宮的 那個廣澤尊王的那個手叫 就開始往一直衝你知道嗎 他衝什麼 因為看他前面有一隻鳥 從那個火堆裡面飛走 我剛才講說因為沒有炸 沒有用油鍋炸 他們因為來不及準備油鍋 所以那個追到哪裡 追到天南宮這個南寮罵 這個地方 高雄的南寮漁港這個地方 幸好他就跟他講說 這個人他現在來 他也沒有駭過門對不對 這些人死得跟他無關 他只是衝什麼事 所以他現在有心要來坐下修行 那就放過他一條程度 那這個事情 因為這樣坐下修行之後 就告一段落 可是除了這個高雄之外 其實我剛才講到說 台東大五這個地方 還有 也有一個殭屍的傳說 這個是比較後面的 民國63年在台東大五 這個怎樣 剛開始是一個年輕人 被人家發現說在樹上 上吊輕生對不對 那個落井的那個 那時候警察看到這個說 上吊 那時候算了 而且這個鄉下地方 在台東大五這麼偏僻 你要追查 說實在現場也沒有什麼遺留 什麼遺書什麼 算了 可是過幾天之後 竟然同樣這個樹林 這個地方有沒有 就像哪來過有一個人 竟然也是好像上吊 可是這一次是被什麼 樹藤有沒有 殘落 而且胸前還被那個樹藤貫穿 樹枝貫穿 這個就怪怪的 大家就講說這個不對 可是那警方那個時候 講什麼 失足落下來 可能去背槍 六塊 去把槍炒下去 因為警方說實在 那個時候戒嚴時期 他也不想生事對不對 那兩起命案同時發生 這個辦到什麼時候 可是接下來不對 這個地方上就發現說 這個墓地裡面 常常有人發現說 他們家裡的桌子 還是家裡的人 棺木怎麼會被打開 這樣就覺得很奇怪 棺木打開那是盜木嗎 可是台東大湖這個地方 大家都很貧窮 也沒有什麼賠償品 你盜這個要幹什麼 更誇張的是 他們看到之後 還有一個屍體不見 屍體都不見 這個後來是人家說 下上二十幾年了 是遭到去 像野國還是什麼 也不可能整村拖走 總要留下一些東西 這個時候大家就不對 就開始毛毛的 毛毛的更誇張的是 自從發現這個屍體不對 晚上地坑開始吹狗蕾 本來吹狗蕾 你聽了你是不是很 會毛毛的好看 整個村子那個狗都出來吹狗蕾 你就開始 所以那個時候 不行一定要報警 這個不把它查出來怎麼行 那個時候你知道 當地的新聞還是警方 那時候鶴槍實彈 在整個村子裡面開始找 開始查這個案子 而且叫人家說晚上你不能出門 就開始警察在戒備 可是戒備沒有用 那個狗 不僅吹狗蕾 甚至還有一些牲畜也慢慢就死掉了 越來越嚴重 這個事情鬧大了 那個時候就不行 靠警察沒辦法 只要找鍾葵爺出來 抓鬼的鍾葵 這個鍾葵爺開始 神明開始布鎮 開始找的時候 突然跑...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他怎麼跑到一個民宅門口 那個民宅 當然不是這麼漂亮 這個是太豪華了 因為台東那個地方 他的房子都是木板 而且常常有 因為當地比較潮濕 所以那個房床有沒有 都會把它架高 就用木板把它封起來 所以他們平常不會沒事 跑去床底下找東西 所以他們在到那個時候 奇怪這個鍾葵爺怎麼到 這個民宅門口停下來之後 還叫大家說進去開始查 那個屋主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家很正常 沒有幾口走人 你來這裡要不要查什麼 後來你知道 鍾葵一進去之後 竟然在床底下 板子一拆開之後 拖出一具屍體 你說屍體就放在床底下 對啊 那個女主人 一看到當場昏倒 跟這個屍體睡這麼久 她竟然不知道 而且那個屍體拖出來 竟然還是硬膝 也是那種沒有腐爛的那種感覺 她說真的嚇到嚇死了 後來才知道說 這個僵屍 它不是 已經慢慢成為僵屍 原來這個地方上出現這麼多問題 都是因為這個僵屍造成的 而且更誇張的一點 為什麼可以確定它是僵屍 屍體拖出來 你好好的也就算了 包括你的腳 什麼地方 全部都是沾滿了泥巴 你又說她還會跳 標示你四處爬爬走 對不對 晚上這麼早回來睡 所以這個時候 他們就覺得這個不行 一定要處理 所以是用一般的 中傑也是用剛好我講過 處理僵屍的方式 用油鍋炸之後 才把這件事情平息下來 鄭英老師我問了 剛剛因為也提到說 要處理這個硬屍 或者是僵屍 非常的困難 那如果說這個法師法力不夠 有沒有可能會被反噬 會 有時候我在三十年前的時候 因為鹿港有一個大富人家 他在台北在現在 我不要講那百貨公司 後面一排的房子都是他的 是 然後他早起來 很早就十幾歲就到台北來 所以他等於認真的工作 然後一戶一戶的買 然後最後致富了 致富之後就家裡就突然間 奇怪了 媽媽子宮癌 他老婆也子宮癌 他弟媳也子宮癌 這是 然後他就想說 要不然找我去看看他家的粉 那我一去的時候 他們家的粉 那個墓碑上面 我們墓碑是跟人一樣 就是有肩膀很像 那在下體的部分 就很像蠟燭 我們好像點過蠟燭在石頭上 油油的 就濕在那個地方 然後旁邊還發霉白斑 所以斷定大概是這個墓墓 就是祖宣的這個墓墓 引起了家裡的子宮癌 那當然他們就是說 能不能趕快來處理 好 我就 我就請了一個 求金 求六十八年 那叔叔是老手了 厲害吧 對 六十八年的工作 結果那個 他的那個墓碑一打開 就跟學偉剛才講過 是 那個就是乾絲 乾絲 對 就整個都沒腐化 沒腐化 那我一看這個墓墓 就比較地理上也很奇怪 就是說後面長了一棵瘦瘦的樹 在比較靠近白斧邊 右邊 然後結果長得很茂密 把那個墓都快遮住了 是 那結果就撿了 撿了我們當然要請師傅說 趕快把它處理 我們選個日子 再找個地方把他這個 這個玩坟 結果第三天 師傅 我那請的那個師傅 六十八年的經驗 老手 老手 掛了 老手掛了 其實在撿的時候 他已經臉色發青發白 因為他在撿的時候 殷屍他也撿過 可是那個殷屍長了 上下長得療癌 所以他回去以後就 才吸道賽 其實在台灣還真的有像這樣子的殺鬼部隊 歷史已經有將近百年的歷史 而且抓鬼隊長被稱為是官將手 更是神秘 要問一下啟鵬老師了 聽說這個抓鬼部隊是有錢都請不到的 是 我相信大家都看過在各地廟宇神明出巡時 在隊伍前面有畫著臉譜 收納雨傘或手銬的陣頭 那他們是神明的護駕 負責為神明開路 所以會在隊伍面前充滿氣勢的踏步巡行 那很多人都認為那是一種驛證的表演 那其實並不是 像是在新莊地藏鞍這邊的官將手 他們畫好臉譜之後會行法師來開光 講咒 詩咒語 那等到咒語詩完之後 讓官將手的元神降臨 才可以成為真正的官將手 所以民族專家說這樣的一個密咒 還有他們的開光儀式是密不外傳的 所以其他地方也許有訓練出 官將手的陣頭 但是只要沒有這些咒語跟開光儀式 就不是真正的官將手 只要是表演就對了 所以新莊這邊地藏鞍的官將手 傳承百年也就成為官將手的發源地 那我們好奇的是說 這種官將手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那其實傳說是地藏王菩薩 有感於人間妖魔橫行 那可能就是八家將的法力不太夠 無法全部掃蕩 所以他特別命令他坐前赴法的兩大鬼王 來升格為官將手 那一位是紅面曾將軍 一面是親面那個筍將軍 而曾筍二將軍 循刑陰陽兩界 那只要看到有妖魔鬼怪 痴魅亡兩作祟 他們就會立刻將之就地正法 所以新莊地藏鞍這邊也有 全台唯一的完整喊班儀式 也就是向主神宣告這次出巡目的 以及出巡的範圍 所以他是有錢也請不到的 所以一般的陣頭是會為酬勞而出動 他們只為神明服務 一年只出一次 所以這也就是地藏鞍這邊的官將手 會特別受人敬重的原因 然後我們可以注意到 這些官將手的臉譜 他們上面有長須 長眉 還有他的獠牙 你可以注意到他的獠牙是向上的 那是為了保持他們容貌的威嚴 要震慎那些妖魔鬼怪 那不過如果遇到有五人 城鎮的中魁主神時 他們的官將手獠牙會向下 原因是因為神格是鬼王嘛 他的神格比較高 如果這些官將手獠牙向上的話 會被視為是挑釁 所以他們有類似這樣的禁忌 而且他們在扮演官將手的時候 也不可以輕易開口 一來是為了保持自己的威嚴 二來也是避免被這些妖魔鬼怪 誓迫是人為扮演的 是凡人所辦 那當然大家講到這個地方會好奇說 那官將手跟八家將有什麼不同呢 那其實兩個都是降妖除魔 可以驅魔必煞 不過有一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八家將是陰間鬼差 所以他的步法較為陰柔 而這個官將手是佛前復法 所以他的步法較為陽剛 所以你可能看不懂他的正法 或表演或臉補的意義 但是只要看他的步法是陽剛或陰柔 就可以判斷他是八家將 還是官將手 那官將手素有陰間刑警之稱 所以他們在出巡的時候 也往往有一些出人意料之舉 像是他們曾經有人就發現說 他們到十字路口的時候 會特別停下來擺正起舞 為什麼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這些十字路口 通常會有一些恨死的孤魂野鬼 那怕他們聚集起來作亂 或者是他們也會有煞氣 留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些官將手會特別擺正做法 來驅魔必煞 那也因此這邊的官將手 也就形成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扮演官將手的人 完全不知道自己會停在哪裡 完全由降臨到自己的官將手 原神來做決定 所以這些官將手 也因為他們為了驅邪必煞 所以你在扮演官將手的時候 有許多的禁忌 像是出發之前三天 就必須栽戒 儒素 不禁女色 即便是出發之後 也盡量在保持在途中都要儒素 就是吃素就對了 那萬一不小心犯了禁忌 還會被官將手原神懲罰 像是民國70年代有一位官將手 他就說他不小心曾經犯了禁忌 那是怎麼回事呢 就是當時他們在出證的時候 他無意之中看到一個女孩子 很漂亮 那因為覺得很漂亮 不小心就多看了兩眼 他就一直盯到那個女孩子離開為止 結果等到那個女孩子一離開之後 他頭痛欲裂 痛到不得了 完全無法出證 那他以為是自己的頭盜太緊了 所以他就趕緊要隨身的處理 助理幫他鬆開 就助理幫他鬆到最鬆了 他還是頭痛得不得了 這個時候他的師父來探班 然後他趕緊請師父來看 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他的師父一過來看 就告訴他說 你是不是剛才胡思亂想 結果他就大驚 有 我剛才看到一個女孩子 很漂亮 所以我多看兩眼 但是我並沒有想太多 他說還想 看都不能看 為什麼 原來這些官將手 是為神明服務驅魔必煞 必須心無旁誤 結果這個扮演官將手的人 居然違反這個經濟 這個官將手原神就覺得 你沒有為我好好做事 所以要略施博程 那問題是他現在頭痛欲裂 根本沒辦法出陣怎麼辦 所以他的師父就教他 你重新舉行進身儀式 所以他後來把整個進身儀式 舉行完了之後 說也奇怪 頭居然就不痛了 所以他後來也把這個體驗 告誡給他的徒弟 以後扮演官將手說 記得千萬不要心有旁誤 所以也就是因為 有類似這樣的傳承 所以在新莊地藏 安身邊的官將手 儘管後來開支善業到全台 但是他仍然是所有官將手裡面 最受民眾所敬重的 好 提到了這個替神明做事 真的要處處的小心 另外要再看到 我們在讀歷史的時候 如果提到了這個晚清末年的歷史 都會讀到了李鴻章 李鴻章他是洋務運動的領導人 他一生都在跟著一個洋人 在打交道 但他也替清廷簽下了屈辱的 不平等條約 不過現在他的墓被挖開了 大家都說李鴻章這樣的身分 他的墓裡面應該有不少的 陪葬品吧 但竟然挖出來只有兩塊金磚 其實講到李鴻章 很多人會想到 他有個抬頭非常非常的響亮 不是江南四才子 是晚清四大名城 可是你知道李鴻章的墓 居然搞了16年才把它給建好 16年蓋一座墓也太誇張 這皇帝也差不多開這麼久 後來才發現到什麼你知道 說李鴻章當時的墓 為什麼搞了16年你知道 因為他所有的建材 我們用建材聽起來有個快快你知道 就他整個墓穴裡面 所用的這個材料 居然都是從英國進口的耐火磚材 結果在墓穴裡面 居然找到了這兩個東西 金磚 當時你看黃層層的 開什麼玩笑 你不要那麼輕描淡寫就那兩塊 沒有 因為我想說 應該有很多金銀珠寶 那兩塊有30斤重 那也不得了 30斤重 如果真是金磚 換得真不得了了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大家有看 不對 好像不是跟黃金 因為重量不太對你知道 後來才發現它是什麼 它是銅做的 它是青銅的製品 對 說實際上你為什麼要搞兩個 磚塊在那裡也搞不太清楚 就是說以前在講墓穴的時候 其實我剛剛講盜墓這件事情 從以前就開始有 為什麼 因為那個墓穴裡面 如果是台是好的人 我挖進去我就不用做事了 就賺這個就好 可是居然發出了 那個發展出一個盜墓穴你知道嗎 開始有人講說我用占卜的方式 為什麼 你今天就挖這個墓 你有辦法 除非以前講說 你用那個機具放進去有沒有 然後開始去探測裡面才有辦法 結果居然有發展說 有用占卜的方式 我先擲杯 我先預測說哪一個墓穴裡面 好爬你知道嗎 如果這樣子我就不用做白宮 據說有人因此而甚至還出書了 還有這門學問 是啊 可是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東西你 其實我從科學的角度上面來講 或者用一般常識來判斷 搞不好真有其道理 所以這裡面就提到了 東進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人 叫做郭卜 郭卜這個人他其實不只會占卜 而且會勘語 最重要是他還出了一本藏經 你知道 這個藏力就是埋葬的意思 所以居然跟這個所謂的祭祀 跟這些東西有關係 就是從郭卜這裡 郭卜他自己本身 其實也都會這個所謂的 易經跟占卜 所以有一些他的故事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但是有些人你聽了 聽聽就好 相信不相信 這個都在你個人 據說當時這個郭卜自己的母親 過世的時候 很多人講說你不是看風水 不然你來撐一塊你知道嗎 那一般來講講風水寶地 你絕對不會葬在河水邊 那不好 因為河岸邊裡面說真的 如果水怎麼沖過 那木在台都不知道你知道嗎 結果郭靖很奇怪 郭靖居然講說 我媽的木就在這個地方 旁邊你看那個人 前面幾公尺的地方就有一條河流 你不要漲在那個地方 結果郭卜就說 我跟你講沒有 就漲這個地方 怪了你知道嗎 他漲下去之後 那個河也沒有做過大水 但是隔了幾年之後 居然這個河 我們講實話 因為有時候下大雨 沖積泥刷這樣進來之後 那個河道阻塞了你知道 河道阻塞之後 旁邊是河道的地方 突然變成土地 而且再加上 因為它從上游沖刷下來 有很多這個有機物質 在那個地方你知道嗎 所以土地很肥沃 居然就變成涼田 就在旁邊種了很多東西 他媽媽的那個木 大家說我餓你真厲害 一般大家不要的地 你居然選出來之後 從那個地方方圓史萊里 通通都變成這個好的地 這是一個奇怪的地方 第二個是 因為它其實有名 所以有很多人會找他去看木 你知道 據說有一個太守叫做張鈺 那時候他們家看祖坟的時候 就找了郭埔 郭埔就講說 我選了兩塊地 我覺得都不錯 第一塊地 你只要選在這裡 我跟你說你這四人好的 還不錯 但是像你這四人 後面驚訝不是說最好的你知道嗎 第二塊地 他說我告訴你 你選這個地方 你本人可能不會太順遂 差不多關就到這裡 但是你後世子孫 一輩子享用不計 好耶 他選哪一塊 這兩塊都不錯 比較主廚的都選頭一個你知道 自己顧得比較好 這個太守沒有太自私 他選擇二 選項選了二 結果據說人家後來指示 其實觀也都做得滿大的你知道 當然有一些這個所謂的 奇人異事的部分 因為他有牽扯到這個風水堪雨之說 像甚至還有人講說他很厲害 你知道 當時有一個大官 一個姐姐一天到晚生病 搞了三四十年生病都不好你知道 他就覺得很奇怪 結果郭埔 在那附近去看的時候 就說我跟你講 我幫你占卜一下 結果一占卜的時候 發現到一件怪事 什麼原因 所以我跟你說 你們祖上好像有殺生過 奇怪 我們人吃五穀雜糧對不對 哪有可能不殺生 他說不是 你殺的是一條蛇 而且這個蛇 基本上因為他那個 已經有一點修行了你知道 你殺了他之後 他導致你姐姐 這個生這個重病 你想想看以前人有想說 你都胡說八道 真這個假的 結果那個高官的家人講說 聽他講 能不能化概 結果他就跟他講說 你拜拜 好好的拜拜 誠心的拜 拜完之後也怪了你知道 拜了那條神 那條神也沒人知道真假 但他解決了病因此就好了 這個怪了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民間有一個說法 說你懂這個風水勘語的人 或者其實你會占卜的人 你要去做好事 你不能為自己的私利 去做這個有的模式你知道嗎 可是郭普有一個事件 被人家流傳之外 就是拿這個東西來 作為私利之用 當時據說他看到 他去一個高官的家裡面 去做客人的時候 他感覺說奇怪 你有那個女伯 那個女僕這樣子 坐得吃漂亮 他就非常喜歡你知道 可是你想想看 你憑什麼去跟人家說 不好意思 把你的女人讓給我 沒有這種鬼事 就算不要講現代以前 也不能這樣亂搞你知道 那據說當時郭普 他就想說 那我有這個占卜之術 沒關係 我就開始 下去弄一些這個小伎倆這樣 據說那個時候 他拿了一堆的這個黃豆 黃豆三豆你知道 就往天空一灑 怪了你知道嗎 化豆成冰 還有法術 居然講說過兩天 隔了兩天之後 那個大官的家裡面旁邊 有一大堆的紅衣人 在那邊走來走去 你知道嗎 結果大家說奇怪 是有人起兵造反還是怎樣 他那時候就問了那個 那時候其實郭普 就突然就出現你知道嗎 所以你這張就出現這樣 他說我告訴你 這些異象 你看到這些 都是因為你們家裡面 有這個女孩子在 這女孩子不能久留 如果久留的話 你會出事 那旁邊一聽說我真的講 你又這麼有名 講這個話應該是其來有志 最重要是怎麼化解對不對 結果郭普就講 我剛剛講 這個化解之處也很簡單 如果有人要來追求他 或者要把他蓋抖 你不要阻擋 是啦 結果追求他的人就是他 隔兩天自己就出現 可能有義融之術之類的 他就出來就 不錯 結果你知道這個大官想說 郭普講得真準 還真有人要把他帶走 據說他就因為這樣子 追到了一個妹這樣 109年前的今天 武昌起義發動 國父孫中山 終結了千年的帝制 建立了中華民國 但坊間有傳說說 孫中山其實是 玄天上帝的化身 在台灣要講到玄天上帝 其實很多的神機 尤其是在南投這邊 有一個武昌宮 其實我們在講到 玄天上帝 跟漢民族是時期相關 最早當然是明朝 朱元璋 他那時候跟陳友諒 打仗的時候 為什麼那個 朱元璋後來明朝 把他當 玄天上帝當作是護國神旗 就是因為他跑到 那個武當山裡面 他突然跑進一間廟 陳友諒的罪兵進來之後 看到這廟裡面 蜘蛛網都好好的 這很奇怪 那朱元璋出來就說 明明我剛才進來 不是把蜘蛛網都弄掉 怎麼蜘蛛網 全部都好起來 所以朱元璋想說 是玄天上帝救了他 所以明朝上上下下 就拜玄天上帝為護國神旗 那我們講到台灣 這個玄天上帝 說實在話 台灣的玄天上帝 有很多的神機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先介紹 集集這個武昌宮 說實在武昌宮 在清光序的時候 就開始搭建了 因為從大陸請了 那個增生過來之後 你開始 大家就開始要集資 要蓋 好不容易 蓋這間廟的規模 不簡單 我們看到這個照片 這邊有一個 這個是舊廟 這規模也很清楚 這個是後來的新廟 為什麼 他們剛出蓋這個廟的時候 就蓋好沒多久 就剛好遇到1999年 921大地震 而且921大地震 就整個蓋下來你知道嗎 是 其實在這個廟倒之前 就已經有出現很多神機 附近有一間廟 辦了一個攀陶會 每年就請附近的 我們那個南投的宮廟 神明對不對 來做客人 那每次熱鬧的話 都是七天六夜 那天不知道怎樣 那個玄天二上帝 就去的時候 去做客的時候 突然間 有人流到一半 到中間而已 他竟然找了機桶來降價 他說他現在急得要回去 為什麼 大家也不知道原因 那沒辦法 神明說要回去 請回去對不對 一回去之後那天 隔天的那個凌晨一點多 921大地震 整個蓋下來 大家才知道 原來這個二上帝要回去 跟大上帝跟三上帝 三個人在這邊 要同甘共苦 神明要一起對不對 有難要同當 後來你知道嗎 他這個廟一倒了之後 照理來講 應該整個都沒去對不對 踏下去 你看那個廟倒下 那房子倒的那個樣子 可是你知道 那時候直升機的空拍圖 到了我出去拍的時候 發現說 沒有發現說這個廟倒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它倒的時候 上面屋頂全部都還是好的 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對啊 這個地震整個下陷 就是從一樓變地下室 二樓變一樓 其他屋頂整個都完好如初 那個時候他們就很奇怪 其實在地震的時候 還有一個神器就是那個廟住 你知道 他拔命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奇怪 那外面天空怎麼都是紅色 他就很緊張跑出去看 那外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麼亮這樣 他一跑出來 哇 怎麼天空一亮之後 突然聽到哄一聲 他回頭一看 整間廟下去 一地震開始倒 開始搖了對不對 那還好他跑出去了 對 他跑出來 因為廟裡面那時候 晚上只有他一個人 那接下來怎麼辦 廟倒了 那不能因為說 你這個房子倒了 震垮了明星對不對 你不能接下來 連這個神明這個感覺 讓老百姓的那個 慰藉全部都不見 所以那個時候怎麼辦 突然間那個廟住又被人家 又被神明託夢 他說快點 我神像在廟裡面好洗好洗 你趕快把我搶出來 把我搶出來 下一次余政再來的時候 搞不好就沒這麼幸運 他們說那就覺得說很奇怪 在廟倒了這樣 你哪有可能神像或誰或誰 對啊 他們後來就依照 他託夢的那個路線 跟那個探測隊有沒有 那時候救難隊友那探測器 是 就加上他們的輔助加進去之後 果然從旁邊有一個路 後面有一個側門進去 可以進得去 進去之後果然發現 神明的那個神像 王好爐都沒有事 感覺一尊一尊請出來 那請出來神明 你這些這麼多神明 神像請出來說那怎麼辦 總要蓋 神圈要有個廟 對 再蓋一間廟 大家就想說這個 大地震過後誰會捐錢 怎麼會有錢可以來蓋廟 後來那個 玄天上帝又託夢了 這次又託他們 那個主任委員跟他講說 不用怕 這錢的問題 我來想辦法 神明自己要從前 他們也覺得說奇怪 你要想什麼辦法對不對 可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請到外面來的神像 從88年1999年開始對不對 那接下來2006年 到2010年 要一直下來的時候 這個玄天上帝的那個鬍子有沒有 越來越長 現在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話 他們就會有標一個那個尺有沒有 就告訴你說 這個鬍子一直長長 一直長長 一直長長 真的啊 對 十幾年的時間 竟然長長30公分你知道嗎 這麼快 那大家一看都一聽到說 吹吹過的發長 你看這邊有一個牌子有沒有 是 一直鬍子一直長下來 你看每一尊都在長 都長 這個要告訴你說你看 一直長長 那鬍子自己還會翻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這真的是神蹟 是 神像不卷沒有正倒之後 鬍子還會長長 到時候大家覺得說 這個有興 有興 有興大家就去關錢 關錢果然後來才會有這一間 新的玄天的武昌宮這樣 最近有一個外電的新聞說 比利時的前國王 他跟情婦生下了女兒 但是他始終不認這一個女兒 後來女兒從七年前 就開始展開了官司 要來認爸爸 法院後來認證 兩個人的確是婦女 但是這一個前國王 對於這個女兒 完全是不聞不問 讓公主非常的傷心 不要問一下啟鵬老師了 在唐朝有一個公主 很獲得爸爸媽媽的寵愛 甚至於她的這個奶奶 武則天也非常的喜歡她 但是聽說她講的是 史上最漂亮的 是 那這個公主叫做安樂公主 她的名字叫做李果兒 那這個李果兒 是唐中中跟委後的小女兒 那據說她剛出生的時候 是父親李顯被武則天流放途中 那因為被流放嘛 什麼都沒有準備嘛 所以她的父親 只好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當牆寶 這也就是這個李果兒 會被 會有一個小名叫做果兒的原因 那不僅是她的父母 對她寵愛被制 連她的祖母武則天看了都非常的喜歡 特別要求說把這個孫女 帶到宮中好好教養 那照理來說她得到好的教養 應該會展現一國公主風範對不對 可是不知道是因為她的父親溺愛太過 還是受到她的祖母武則天 養一堆小白臉的影響 她的作風開始變得很大膽 那據說她16歲 就跟她的表哥武從訓勾搭上 後來因此懷孕 所以她是先有後婚 那結果婚後她並沒有 因此就開始收斂 因為這個時候她又看上了 這個先生武從訓的堂弟 叫做五顏秀 那把這個五顏秀叫來府邸裡面 兩個人又勾搭上 所以大家都知道這個五顏秀來這個府邸 是要給這個李果兒的先生戴綠帽的 可是只有李從訓自己不知道 那後來這個李從訓 因為被太子叛亂牽連被殺 被殺之後這個安樂公主 這個李果兒應該要好好的守寡對不對 結果她第一時間就改嫁給五顏秀了 後來還生下一子 不過她荒唐的行徑不只如此 她還有非常奢華的生活 像她後來正式被封為安樂公主的時候 那唐宗宗李顯為了寵她 把長安城最繁榮的一條街 最繁榮的金城芳賜給她 那賜給她之後 那結果她為了跟她的姐姐 長陵公主爭負 結果在裡頭大心土木 比照皇宮的規格 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讓國庫因此消耗掉不少 那不過她奢華的行徑不只是如此 像是她從民間得到一間金履羅群 那上面有很多的花鳥圖案 她覺得很漂亮 所以她就下令宮中 你給我做一件白鳥群 這個白鳥群必須用白鳥的羽毛 做成圖案 而且要從不同的角度 還看出不同的鳥獸的形狀 這很困難 對 那真的是西式珍寶 而且她一要就要兩件 可是宮中哪有那麼多的鳥羽毛 所以你知道後來唐宗宗離血 溜不過這個女兒要 他特別派大唐軍隊到嶺南那邊 去捕這些奇情異獸 把牠們的鳥的羽毛 把它拿過來做成這個白鳥群 可是影響不只是如此 因為此風一漲 大家紛紛比照辦理 所以大家都到嶺南那邊 去抓那些奇情鳥獸 結果死的那邊的那些禽獸 全部為之一空 你看有沒有誇張 而且她後來很喜歡宮裡面的 一座瓷子叫做昆明池 那這個昆明池其實是漢武帝開著的 那唐宗宗李顯聽了就說 這個昆明池自從前代以來 從來沒有賜過給別人 所以如果給你的話 可能會違背列祖列宗的慣例 而且這裡頭的池魚每年可以賣10萬錢 是宮中花粉之汁的由來 如果給了你 那我的後宮瓶杯就通通無顏色了 因為沒有花粉可以用了 結果他就不給他 結果這個李果兒一聽父親不給自己 他怎麼做你知道嗎 他很火大直接搶搶明田民房 然後把他挖一個池子 那底下鋪滿珊瑚寶石 旁邊用玉石堆砌 而且還用錦繡鋪走道 就是要比昆明池更富麗堂皇 所以他後來把這個池子 稱之為定昆池 真的比皇宮有的昆明池還要漂亮 而且他花了這麼多錢 自己一定不夠用對不對 那他怎麼樣能夠攢錢呢 他想到一個辦法賣官 而且他規定說只要能夠繳出30萬錢 管你什麼身分 哪怕你是同仆 婢女 我一律給你官 而且還是皇帝親筆 玉批 蓋印 可是皇帝怎麼可能去簽字蓋章 這不能亂封的 結果你知道這個李果兒怎麼做 他是自己寫好這個詔書 然後把這個字遮著 磨著父親說 父親父皇你就來幫我蓋章 簽字 你不要管裡面寫什麼 結果這個李顯為了寵女兒 好好好 你叫我不看我就不看 你叫我蓋章我就蓋章 也太寵了 對 這個真是寵到誇張到極點 結果這樣子一封下去那還得了 沒有什麼身材實學員都當高官了 是朝政還不賣壞嗎 所以後來也就是這樣 這個方法叫做協封官 給他弄到烏煙瘴氣 可是這個李果兒更想要的不是錢 他還希望全 因為他一直心心念念要當皇太女 可是李顯總是不答應 你知道後來他二相膽邊身 乾脆跟母親合謀把父親毒死 對 所以他後來是跟母親做了一個毒餅 然後去給這個父親吃 說我們做了一個餅 父皇您吃吃看 好孝順 對 聽起來很孝順 就一吃下去暴斃身亡 那大家都覺得就是他們在下毒的 不過我們要問他父親被他毒死之後 他有沒有順利完成願望 也沒有 因為後來李隆基跟太平公主 不滿他們母女的行徑 直接發動政變 先把尾後殺了 那當時李果兒在宮裡面書話 一聽到有追兵追來 馬上第一時間逃跑 可是他哪逃得過這些追兵 所以後來被抓到 當場一刀把他斬首下來 死的時候才25歲 可是你看他的行徑不僅奢華 而且貪腐 那甚至到後來還侍負 那這樣的一個下場 也只能稱得上是咎由自取 在他眼前再生一頓 是否同性 被子貪腐 死了 是哪裏 死了 死了 死了